中复新长 还有我们厨长 还有校长 还有会长 各位今天的贵宾 各位小朋友们 各位一三之公 一三伙伴们 大家好 还是怀着感谢 感激 感恩的心 我们来居立国小 从他进门的那一刻 怀着感谢的是 我们知道 我们县府教育出局 还有教育团队 对我们屏东县基础教育的重视 以及更运 感激的是 有更多更多的贵宾们 为我们这个计划 出钱出力 让我们有实现这个希望的机会 感恩的是 让我们能够来到这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校园 看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不是吗 当我们进到的时候 也认为说 我又回到了 我要终身学习的地方 我们会有这个想法 是2007年的时候呢 2007年底 我们开始了 玉山黄金种子计划 我们平常有那么一句话 书中自有黄金屋 那这些黄金屋呢 我想到了 校长在尾堕国小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了 那在复制这个很好的经验 跟成功的做法呢 也见到我们以利国小来 那正因为校长的重视用心 以及在教育单位的协助之下呢 那被选了 玉山黄金种子计划 黄金玉山补书馆 显定的地方 其实这事 我们要感谢的是校长所争取出来的 没有校长的用心 跟努力 跟投入 以及所有教育团队的协助 跟学生们 大家好像有徒师存者 还有以利之心 那将来有了黄金种子计划呢 我不晓得校长还会给各位创造什么之心 或什么样的活动 来带动这个活动 让他能够更成功 那也让我们屏东县 能够复制更多的经验 到其他的学校来 那黄金种子计划 今天第30所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让我们偏远的地区的学校 能够也受到重视 那在这方面呢 玉山黄金种子计划 那这个祖师馆呢 其实我们在这一棵称为什么树 玉山黄金树 那小朋友 彩虹有几个颜色 七个颜色 红层黄力蓝电池 对不对 那我们是选了五个颜色 粉红色 还有黄色 绿色 蓝色 蓝色 紫色 五色是什么 五彩缤分啊 那有那一首歌 那青春领 有没有想到 卢柴的城坑 那我们就收到高雄的城坑 那我下了高点之后 我好像回到了我们台南县七谷一样 回家的路上一路的风光就是这样子 来到这个学校呢 又感觉到好像回到了我的后港国小一样 那不过后港国小还没有那个幸运 可以成为我的黄金树 那因为人口幻影之后 刚才我报告了 我毕业的时候 六年级是120位 现在全校只有120位 123456年级 那校长呢 刚才我非常佩服的 他是希望说 让人口不再外游 让学生能够回到这边来 那当然 那我们黄金图书馆 也有一份企业社会责任 因为今年 那一三又得到企业社会责任奖 那这是永永远永远的 也是企业要永续经营 必须要的付出 那我们也会继续做下去了 现在第30家 第31家一直永远走下去 那在这五色里面呢 我们是轮的 在各个图书馆会用不同颜色 今天我们这里选的是什么颜色啊 绿色 浅绿色 那看起来就非常温和 非常温馨 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在这边能够用平心进气的 能够用一个非常喜爱学习的心来到这个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温馨柔和的地方 虽然我们是小学 但是我想借用一句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 他勉励所有进到图书馆的同学的第一个序言 他写的是什么 此刻 打瞌睡 你将做梦 但你到这边以后拿取书本来翻开来就打瞌睡了 你将做梦 真的会做梦哦 但是你在这里呢 在图书馆里面用心学习呢 您将圆梦 对啊 你小时候 我希望你将来像您校长一样 我要当校长 那我要像中处县长一样 我要当副县长 我要当县长 那这些梦 都是要从我们基础教育开学 从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子 让我们一棵棵棵小树 变成一棵棵的大树 之后呢 变成一片林 那我们现在的小组人翁呢 将来变成我们的社会上有用的青年 并且奉献我们的心力 造福我们整个社会国家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望 也希望说 那我们继续共同同心协力 那继续努力 就像彼得杜拉克所说的那句话 只有有目的 有计划 有组织的学习 知识才会变成力量 希望知识成为我们最大的财富 也成为我们成长最大力量 那今天还是要感激 我们在座贵宾代表我们VIP 顾客所奉献出来的经历 因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时间出时间 也非常感谢我们一三志工 所有的奉献 付出 谢谢各位 祝福各位 谢谢